院长给你请教一下 在去年9月13号 美国在台协会前任的处长施图文 曾经在一个演讲里面公开的表示 他说中国九段线的主张 在世界各地被认为是可笑的 台湾南海政策跟中国类似 依据九段线 跟其前身十一段线 主张拥有整片南海的主权 这个相关的争议过于危险棘手 因此他说台湾应认真考虑放弃 拥有全部南海主权的主张 改以实际控制的太平岛提出领土的主张 那同一天 就在同一天 民进党时代的前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张旭成 在同一天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 他也明白地表示 民进党执政后 会考虑放弃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主张 然后前国防部副部长 柯成亨也在同一场合说 民进党正在思考 是否要放弃台湾当局 称台湾当局 以现有的U形线为界线 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 这个是两个比较具体的明显说 中华民国要放弃对南海过去的主权的主张 结果来 事情的发展 马英九总统在19号这个月 与美国的Fordbright的访问学人对谈的时候 被问到中华民国是否可能放弃对南海的主权的主张 马英九总统没有等对方说完 便直呼你疯了吗 强调当然不会放弃南海主权 马总统说这是违反宪法的 我就把事情的经过 先跟院长做个说明 好 回过头来 马英九总统没有说清楚的是 所谓放弃南海主权的主张是讲什么 第一个 可能是代表着放弃南海全部或部分岛屿主权的主张 就讲就岛屿的主权本身来谈 是否有放弃 第二个 放弃南海全部或部分海域的主权 这个海域的主权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sovereignty 就直接对海域的主权 一个是主权的权利 是sovereign rights 不知道哪一种才是马英九总统所说的 疯了或者是违反宪法 那我想请问一下 毛院长 现在毛内阁对这个南海主权的主张 是如何的诠释 是不是请陈部长来说明 是 部长好 我跟这个委员报告 这个我们一贯主张这个无论从历史地理或者国际法来讲 南海之岛跟他周遭的水域是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跟江水域 那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县法里面讲固有的僵域会经这个国民大会之决议是不可以变更的 那所以 现在不是国民大会 现在是地法院 现在地法院啦 那现在虽然有一些这个主张这里他拥有他的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各方 但是我们对南海的争议政府都是秉持的所谓东海和平倡议这样的精神 强调主权在我各自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原则 那么我们希望争议的双方多方能够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自我劫志采取一种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所以刚才讲的这里面当然我们现在也在从历史的观点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各位这个委员也知道在不久之前我们才办过一个南海的这个 江域史料展 史料展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从清朝甚至更久远以前 不是我现在要确定一点就是说 这个毛内阁代表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南海的海域的主权的主张 是否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认定南海的海域的主权能够属于中华民国所有 对这是我们宪法规定是这样子 现在立场是这样子 是 对这个立场 菲律宾政府已经正式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要求仲裁 我们来看看 这个仲裁的原告是菲律宾被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南海的仲裁案的进度不晓得院长了不了解 我知道有这个案进度不太清楚 我来跟院长回顾一下 这个进度是2013年1月22号菲律宾启动强制仲裁 在2013年2月19号中国大陆表示拒绝参与仲裁 但是不管你拒绝不拒绝缺帅仲裁仲裁仲裁存在 国际海洋法庭正式聘任五人当仲裁法官 在2013年6月25号成立 到了去年3月30号菲律宾缴交的起诉状 它的起诉状洋洋洒洒洒洒 它不是菲律宾政府直接制作 它是委托纽约一家非常有名的律师事务所 听说我们马英九总统在哈佛念书曾经在那边打过工 事实上还有在查证 是海洋法很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提出了起诉状 去年年底中国大陆有缴交 因为他不承认这个仲裁 可是他有提出他的立场文件 说明他的立场 然后到了去年12月15号 中国大陆并没有缴交答辩状 到了去年12月17号 仲裁庭基于缺席仲裁这种精神 就对菲律宾所提出的起诉状 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然后这个仲裁庭希望来仿视相关的南海的岛礁 岛礁中国大陆拒绝 那好像没有跟我们提出要求吧 有没有 我没有掌握这个状况 好 那因此呢 议定今年3月15号 菲律宾有回答仲裁庭所提出的问题 今年的议定今年的6月15号 中国大陆应该对这个问题提出回答 但中国大陆可能不会有 今年的7月8号将进行在海牙 荷兰海牙提出口头听证 那20号呢 会做出初步的结论 然后在今年的9月 会对仲裁庭 仲裁的管辖范围进行确定 因为菲律宾所提出要求 仲裁的项目范围很广 所以可能不是全部接受 可能局部接受 然后今年的12月 仲裁庭会提出实时的仲裁 如果这个仲裁确定了 不管我们的什么南海倉议啦 什么东西 然后中国大陆的主张啦 可能都会面对严峻的挑战 会不会这种情形 不想 这个仲裁案 我想我们 待会有在注意 那我们也收集了相关的资料 那也会提供给 这个相关的单位去做应用 好 它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菲律宾的仲裁 赢过中国大陆 对我们会有 也有相当的影响 第一个 就是国际上可能会承认 南海的U型线的合法性 是不存在的 包括到底我们要解释成说 这条U型线 是所谓的岛屿的归属线 就是U型线里面 岛屿通通是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 就是刚才你所讲的 主权都归我们 这个立场会受到 国际法庭的挑战 第二个 这个 在1999年公布 第一批领海基线的时候 内政部公布这个领海基线 具有宪法意涵 刚才陈部长所讲的 固有疆域的界线 你刚刚有提到 固有疆域的界线 这个宪法意涵 也会被挑战 因为国际法庭不承认 不只是菲律宾不承认 而不只是普通的争议而已 连协调空间都没有 我要讲的就是 国际法其实在 我们宣告 拥有 从清朝开始 宣告拥有这个区域之前 是的 你讲的是 之后才成立 有这个国际法 历史水域理论 好 我同意你的说法 再来历史性水域的界线 曾经在南海政策纲领里面 有提过 哪正在纲领 好 我们这三大主张 不管是岛屿跟水域 如果仲裁法庭 对我们不利 这对我们很严格的挑战 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第二个 我们太平岛 对外连最基本的宣称 是有200里的经济 专属区 都也会被挑战 因为菲律宾不承认 太平岛有专属经济区 这个是乱讲 因为你 这个岛屿跟礁 是有定义的 是的 我们上面是可以供人民生活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人住在上面 是的 因为只有军队 他们把军队排除在外 论的军队不算数 没有一般的民众 但是最后决定的是在这个仲裁法庭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仲裁的风险 内政部可能心里要有数 可能最后结果会丧失 国际上的法律上 丧失我们对南海岛屿 跟海域主权的平静 和法律的依据 变成我们单方面说了 这变成不算数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马总统曾经对 在南海降雨实展里面 有公开发表演讲 我们听一下 完全没有其他海域的主张 听到了 所以现在马总统的这番演讲 我们就要问 有没有疯啊 自行限收南海主权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这一段谈话 已经我从海洋法庭的法官 直接告诉我 已经被列入菲律宾 提到仲裁法庭上面 公开宣称 中华民国在1947年 就不具有对这个海域的权力的主张 他怎么说的 马英九总统在 103年去年的9月1号 在中华民国南疆史料特展 开幕典礼致此提到 原文 刚才听到了 中华民国在1947年 收复并宣布南海诸岛 及周边海域主权时 那时候 林海的观念是三海里 最多到十二海里 注意到这后面这一句 完全没有其他所谓的海域主张 跟你刚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致的 他这应该是讲经济海域 不是 我现在只把马总统所讲的原文 呈现给你看 这一段原稿已经进入国际仲裁法庭了 成为菲律宾的主张之一 然后请问院长 马总统讲的没有其他海域的主张 是不是陈部长所讲的是 经济海域 他这个经济海域 如果有重叠是要协调的 所以 他讲的是没有海域的主张 你要怎么 有没有正式的文件 我们还要再听听他的原因 然后 要请教总统看他的这个 这一段原因已经进入国际仲裁法庭了 对啦 这个东西 可能我们也要了解 他是不是有断章取义的问题 没有 原稿 就是刚才 声音原稿 完全原稿 声音原稿 但是你要看他前后在讲什么 前后那一段 他中间结一段 然后来讲 这部分我要查证 可能要查证 院长 这个原讲稿的全文都进入了 原稿全文我都看到了 院长报告 这部分我没有接触 我要来求证一下 如果不对这个有所澄清 就会产生在仲裁法庭上 严重不利的后果 我要问这个讲稿谁提供 是不是内政部提供的 不是 是总统自己写的是不是 我不是很清楚是谁写的 因为南海疆域展示你们办的 讲稿搞不好是你们提供的 我们跟那个国发会一起合办的 你们一起合办的 还有历史博物馆 所以总统讲稿不是你们提供的 还有历史博物馆 总统讲稿是不是你们提供的 他讲的这一段好像不是我们提供的 讲这一段不是你们提供的 现在这一段自我献说南海主权 英国经济学员全文报导 我对照过他的文章并没有错 他讲的就是跟总统内文讲的是 完全是一样的 经济学员并没有我们扭曲 虽然是我们有著英代表 投书经济学员杂志说 总统讲的是海域的规范 少讲了两个规范的 可是问题是原文不是这样子的 那中华民国政府到现在为止 总统府没有去否认 正式否认过 外交部没有 内政部没有 然后行政院也没有 那光一个注英代表的投书 是不具有官方意义的 我先提醒你 好 我们来看看 不只是如此 我要问了 内政部是不是也封掉了 你刚才说是把固有将预拿掉 是违宪的 那你也提到说 刚才变更领土必须要有经过 这个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 还要办什么 这个全国的选举人投票 那南海主权 你确定是固有将预 那我们来看看 民国88年 内政部所公告的 林海基线 很清楚看到 最后一条线 U型线 上面写的是 固有将预界线 对不对 民国88年 内政部立场很清楚 那条U型线 叫做固有将预界线 就固有将预界线 好 到了现在 我们再查访一下 内政部所公告的资料 公告资料 那个固有将预线不见了 变成我国传统U型线 不见了 从固有将预线 到传统U型线 有什么差别 传统U型线 变成没有一个 确定的宪法意义 跟法律意义的一个界线 变成谁都可以 把它取消掉 所以你内政部 自动退缩了 我提供 那跟你报告 这份资料 也进入国际仲裁法庭 好 是谁决定 把它做调整的 就我必须查证 因为这个 88年的时候 我并不是在这里 88年是啊 到今天不是啊 这个礼拜我去查的时候 不是啊 已经变成我国传统U型线 已经不是原来的 前面一页 88年公布的是 雇有将预线 但是后来这张 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我最近在你的公告网站查到的 已经取消掉了 取消掉是很严重的一个法律问题 责任是到底是谁 谁下令取消的 好 再来我们再看看 南海政策纲零 2005年废除的 中华民国政府是延续的 你们也没有恢复啊 里面最重要讲的是什么 南海历史性水域界线内之海域 为我国管辖之海域 我国拥有一切的权利 这是刚才你讲的立场 可是南海政策纲年 2005年废除 到现在为止 我们有没有新的纲年取代 没有 好 结果是什么 菲律宾的向国际仲裁法庭 直接提出了四大主张 第一个 总结论是台湾已经放弃南海的主张 第一个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他讲的是台湾 以废除南海政策纲年 就是你们立场已经没有了 第二个 你们的内政部资料 又废除了固有疆域界线 这是内政部的资料 第三个 中华民国总统自己说 U型线没有海域的主张 这是菲律宾提供的法庭文献 最后一个 中华民国政府公布 不管什么时候公布 领海基线 从来没有包括南沙群岛 因为仲裁的对象 就讲南沙群岛附近海域 这是认知是错误的 所以错误的 对于以上的这些 你们立场上认为错误的 毛内阁也好 以前的内阁也好 总统府也好 内政部外交部 从来没有很清楚 明白的官方文件 去诠释我们对于菲律宾这些主张 有没有什么对抗性的文件跟立场说明 完全没有 我告诉你是处境这样 所以菲律宾可不会根据这个资料提向仲裁法庭 都有道理啊 如果今天台湾上面没有发言权 没有任何表明的话 那菲律宾政府 搞不好仲裁法官就相信他了 一裁定下来 你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你可以不理他 可是问题声音就小 怎么南海仓意就没有啦 好我们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马英九政府 现在没有对南海主权有明确的主张 如张旭成跟司徒文讲的 当哪一天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公开主张放弃对南海的主权 配合美国人的需求 不完全服务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现在马政府的立场的话 他会说 我是延续马政府的 时期的主张跟政策啊 那请问你这个罪谁来当 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的立场一直没有变 就是主张 无论从历史地理或国际法 南海诸岛的 以及周边的水域是中华民国固有的 疆域 也是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领土跟水域 这个是这个主权的 这个我们主张的这个主权跟主权的权利 是从没有改变 我了解你刚才 宣读你的政策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只提醒你一件事情 在我们这边 立法院打询的对话 是不是有足够作为一个官方文件 我不确定 但是当菲律宾政府站在国际仲察法庭里面 拿了很多的证据 这个证据不是菲律宾政府准备的 这是美国的纽约的律师事务所 帮菲律宾政府准备的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明白告诉你说 你有至少救台湾的立场 就1947年 1946年 那个时候还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政府 如果去诠释这个U形线的时候 我们的总统说 他当时没有对其他海域体制主张 然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南海政策刚临 2005年已经废除了 然后说中华民国政府的内政部 在1999年还主张雇有将一线 现在已经不主张了 把证据摊开来 你光在这边对我答询 有没有太大意义呢 跟我委员报告 刚刚那个海巡署长给我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是中华民国第一批 临海基线临海 及临街区外界线 这样一个资料 上面是中华民国98年11月18日 行政院台建制多少号令修正 这里面就提到南沙群岛 里面就有筑记 在我国传统游行线内之南沙群岛 全部岛礁均为我国领土 其临海基线采直线基线 及正常基线混合基线法 是划定有关基点名称地理坐标及海图另岸公告 是 有这个有这样的危险 第一个我知道海巡署长提供给你 另岸公告表示没有公告 第二个你划的这个不管是正常基线 也好或者直线基线 最大的问题是你只能往外扩展到什么 12海里 顶多到200海里 对不起 菲律宾主张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那个是到去 交还是岛都还出很大的争议 除了太平岛之外 现在争执的问题在这里说 你没有公布嘛 菲律宾公布了嘛 你叔叔在这里嘛 他就问你你为什么不敢公布 你是没有法律依据公布吗 这个是他讲的这个是因为我们在过去是一张这个图 但是我们现在是包括经纬度 我们都希望把它设定 现在人家跟你争托的不是经纬度的问题 现在争托就说 为什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南沙群岛 你一直不敢把它画出你的领海极限 他认为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土地的争托本身啊 你是让步的 但是菲律宾政府认为不是 这是我画的啊 所以在仲裁法庭 等于是打官司一样 你已经先行退让了嘛 你已经没有主张了嘛 你已经放弃了嘛 所以他提的就是 我 这个海洋法庭的法官 一个高姓法官直接告诉我 他们菲律宾就纳了台湾的四大主张 所以认为说 当时从1947年 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没有这个海域的权利了 那你后来讲什么呢 而且你也不敢公布啊 到现在为止你只敢在答讯我 你马政府也好 毛内阁有没有任何公开的政策文件 足以证明你真的明确主张 对这个有所有权有主权啊 没有 我们这个会根据今天委员的这个指教 我们会再来研究深入研究相关他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会提供这个完整的这个资料来向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些 相关的单位包括不包括国际仲裁法庭 这个我们要必须跟外交部相关的单位去研究 第一个国际仲裁法庭我们不是被告不能出席 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相关权利人提出我们的立场文件 如果你连这个立场文件都没有 你也没有主动邀请说那你至少到太平岛来看看 或者到我们以前不是好几任的内政部长吗 从吴伯雄时代啊到余政县啊 到这个好像江一化啊到李鸿元啊 都曾站到那个岛里面去拍个照片啊 可能陈部长你也有这个需要啊 来证明说这个真的是我的内部的土地嘛 内政部长去了 这个外交部长就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嘛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中华民国政府有什么法律文件 足以在国际法庭上面去取得 保护我们立场应该有的行动 到目前为止我明白告诉你 答案是没有 那没有的话表示中华民国政府 现在是主动当李鸿章 如果万一输的话 而且万一输的话 国际法庭仲裁里面引用的证据 如果也出现了菲律宾所指控我们台湾的四大主张 那我们不止是李鸿章哎 我想这个大概不能做这样的解读啦 我想我们的立场在多次的这样的宣示 这个应该是没有改变 但是有些断章取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是应该要重视 所以我们会会后会根据委员的这个指教 而且这个是已经进入诉讼法律程序了 已经不是说我个发言人讲讲话就算数了东西 或者找个之外代表投稿算数了 我解释给你听喔 如果中华民国政府认为1947年的时候 就已经对其他海域完全没有其他所谓海域的主张的话 有几个怀疑 第一个 是不是美国政府给我们总统施压 或者给内阁施压 要他在这个地方讲这句话 第一个会被质疑 第二个被质疑就是说 好在国外的谈最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面 是从清朝到民国到共和国 你今天民国都已经认为1947年就没有其他海域的主张了 你那个后面那个共和国 你更没有权利做海域的主张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听过这个演讲 他是讲说对航行 我现在就把原因重现 其他的国家的船只的航行 我们不要去争论这个 我就是原因重现 你也可以把原因拿来听一听 真的就是经济学院杂志所讲的 而且很不幸的 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录音带录影带全部在菲利宾人手上 原因跟你重现到国际仲裁法庭上面去 他就直接告诉你们 你们国家元首这么讲的 而且讲的是承认从1947年 你们就没有这个主张 我闹门 我听过 我听过演讲 他是讲说这个船只通过的这个 那前面的 我说这一段最重要有关主权的宣誓 好了问题来了 另外一个政治司令民进党 他们准备配合美国人 说我要放弃 我只要当家执政 我就要公开放弃 他当然没有讲清楚是海域主张 岛屿主张 他可能还没搞得很清楚 现在南沙群岛是什么状况呢 整个南海海域 西沙群岛是在共和国手上 东沙群岛是在民国手上 中沙群岛在共和国手上 南沙群岛就很复杂了 民国拥有最大岛屿 是太平岛 共和国对方呢 拥有比较几个小岛屿 其他的都是越南拥有的 菲律宾拥有的 印尼拥有的 他们拥有的据点比我们海南来得多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 你又不敢公然主张 那现在菲律宾提告的对象 不是越南不是印尼 提告的是 他认为有中国代表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现在问题 他引用了中华民国总统 跟中华民国现在存续政府的主张 去打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这个下来之后 其实输的最多是谁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 我解释给你听 因为主诉讼的岛屿区业 是太平岛外面的海域 不是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占领岛屿的海域 所以为什么刚开始 会采定管辖权的原因在这里 就碰巧的 你们只知道有这个诉讼案 你们不晓得这个诉讼案 仲裁案的进度 你们不晓得这个仲裁案的管辖权的范围 你们也不晓得万一 做出仲裁决定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说难听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白烂 他说你中华民国搞的 不是我搞的 而且真正利益关系的岛屿 不是他管的岛屿 是我们管的太平岛 难道你乐见说 太平岛出去 山里 领海不被承认吗 出去 十二海里 领海不被承认吗 出去 200经济专属经济区的不被承认吗 那菲律宾的船子又可以扣腰我们的遗传 这个我们是讲因为经济海域的部分有重叠 所以我们是现在没有办法 有重叠就要主张 要主张 立场要很坚定 要协调 说这是我的 但是你愿意接受协调 这表示你愿意接受仲裁 然后你在仲裁法庭里面 你完全没有具体的主张 不敢讲清楚说我的U型线代表什么法律意义 那我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来支撑我的主张 没有啊 只有部长 你在立法院打询公开讲 或你对媒体记者讲 这个在国际法上不构成很强的诉讼文件 我只提醒你这件事情 可是中华民国总统在公开场合的演讲 是具有法律文件的意义的哦 那你今天讲话的内容 被人家拷贝到仲裁法庭上面去 你现在没有派代表去接触仲裁法庭 你没有派人员去了解 你甚至没有提出立场文件 说我们虽然不是被告原告 但是我们是相关关系人 立场文件谁有提呢 连印尼都提了 中华民国政府媒体 那万一输了 你们就被李鸿章哦 而且是历史水域里面的李鸿章哦 怎么办 我想这个刚才我已经说过 这个我们会根据他们这些片面的 这个说法不正确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做澄清 他们有国会决议啊 他们有法律啊 我们都没有啊 所以不要做中华民国李鸿章 拜托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